你可以介紹下一個話題 AO 你很喜歡講AO的文化 但今年下半年照計 AO就被握槍的人領導了 整個文化轉變你覺得如何呢? 會有什麼新的不同呢? 如果有留意開我頻道的聽眾朋友 相信都知道了 我一直都很關注關於AO的情況 因為大家都知道了 政務官系統是連續在香港執政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實際上政務官作為香港的backbone 或者香港的一個基石 他們在香港的管治 可以說是對香港的影響是非常之大 而當中我認為紀律部隊治港 因為我們看到尼家超、陳國基等等 都跟紀律部隊有非常之密切的關係 但我覺得這情況只是一種表象 實際上有太多的決策局 都是繼續由政務官系統進行統籌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整個紀律部隊本身在現在國家安全成為一個重點議題下 地位水上船高 但是依舊本身整個的政務系統 仍然都是由原有的文官體制去作統領 所以其實所謂AO治港這件事 很多我記得親北京陣營的不少人士經常強調李家超 李家超上台是代表著AO治港 據一段落 但是我這段歷史中意或者很多人都覺得AO治港 在反送中運動之後 實質上已經因為本身政務官系統和親北京系統的關係較為不密切 而很有機會有所改變 但是我的答案就是沒有了AO就是香港會變阿富汗 說的就是AO作為香港最後的共識 或者也是很多的政策 比如疫苗通行證等等 我們是看文匯大公也想像不到疫苗通行證會這樣實施 但是偏偏香港就是這樣實施 而且民眾接受得到的時候 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 政務官系統對香港本身極為重要的一些影響 我會認為當時我曾經說過 香港沒有AO會變阿富汗 說的是阿富汗被蘇聯入侵之後 實質上它是皇身被推翻 它整個地方已經是沒有了共識 在沒有了共識的情況下 其實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有效地統領阿富汗 所以就算塔利班政權它被推翻之後 美國嘗試建立所謂美國式的民主制度要整整總統制等等 它的總統都是統領不了全國 甚至乎就算塔利班過往的管治以至現在的管治 都是建基於各地遊長的不反對的一種共識 我會認為實質上香港如果沒有了政務官的話 根本它甚至乎你說要去建立一種共識都會很困難 究竟當中香港如果沒有了政務官是會變成怎樣呢 很可能就會變得完全是會四分五裂 所以政務官為何到最後例如親北京陣營 往往是人都知道親北京陣營和政務官系統 本身就是水火不容的時候 仍然在新時代的一種政治形勢之下 竟然仍然是有政務官獲得重用呢 這一點其實我想聽眾朋友KK是說得很對的 AO教能夠抓到香港人心理 沒錯這一點是關鍵 你本身文匯大公中聯辦作為它是直屬於親北京陣營的力量 他們對香港人心理的把握是非常不足 甚至乎我們作為時事評論人 我們很多時候都是比較喜歡看書的 喜歡知識或者喜歡求真的時候 往往對於一些本身民眾最基層的生活 我們就算有相關的同理和觸覺 都往往是未能夠把握民眾的一些真真正正的行為特質 比如有很聰明的聽眾朋友說到安心出行這個政策的成功 是在於它把握了香港的打卡文化 這一點實質上我們作為評論人 我們經常都看書的話 對打卡當然有興趣比較小 但問題是政務官系統他們源於民間 他們在民間社會他們各區民政 每個民政洞的政務官在 他們是知道了很多一些 我們一般人都未必觀察到的東西 所以政務官基本上是香港無可取代的地位 實質上其實是確立於它本身 連續長期執政和在各方面面對香港人 群體的一種行為特質的掌握 而這件事是沒有其他任何的政治力量可以做得到 所以稀缺的資源就不會被取代 我相信政務官治港 其實在未來10至20年 仍然都會非常之一致 亦都是令到 就算政府民意好民意不好民意 民意高民意低 其實它都會穩陣 總之你誰 得政務官者得天下 我覺得這件事 是香港政治上面一個明顯的現實 這個一定的了 我想你也看過那個Yes Minister那些劇 現在還看得到的 大家都明白 尤其是你看看日本 一年半兩次手上都試過 手上議會內國際的公務員 日本的公務員制度都是很根深蒂固的 他們是一幫精英 香港其實就 我基本上同意你想的一樣的了 基本上是 AO治港其實沒有變 現在還是AO治港 不過因為換了頂層 以前頂層是換過董建華 就是搞出七一事件 AO升上去了 曾蔡英權 叫做穩定了 接著要押 老共不高興 就是都塞過梁振英的下來 就是都塞過梁振英的下來 又跟幾個不對 算是和平過渡了 那幾年 但是都搞出這個 送中 不是不是送中 是雨傘革命 大家記憶猶新 所以上面覺得 基本上找一個共產黨員都是不行的 所以就是 依然是反正目觀 林鄭上去了 林鄭的表現是怎樣呢 其實 頗有爭議的 但是他有一件事 現在的李家超跟上一任的 就是梁振英都是沒得給的 就是他真的駕馭到整個AO系統 因為他在那裡出嘛 那些AO是最少相信他啦 還有都安心跟著他去賺錢 不用說你算著我 我算著你老闆你不行我 就算了你這樣 看來都沒有發生過這些事 但是到了現在 紀律部隊上啦 那你如果我們觀察細心一些呢 他的危機在於呢 真的跌了到塔西陀陷阱了 而那個塔西陀呢 就不是我們的評論員不批評他 而是呢 就是呢 是因為呢 他周邊的人都不順從他的領導 是吧 包括本地左派啦 傳統的共產黨員啦 他們整天覺得應該自己人做嘛 所以呢 其實他們唯一信的人叫曾鈺成 始終都沒有機會上啦 曾鈺成 所以基本上是 誰想他們都是 就是反對態度 但是他們又固定了 一定要聽到共產黨的領導 所以這個範圍又不會構成真正的危機 但是他們在旁邊呢 搞破壞的能力呢 就肯定是足夠的 而且是見到的 就是小事上那個線 這個李家超就一定的了 那旁邊那些行政會議的人 都不是他選的嘛 其實都是老共插下來給他的嘛 那最新 他找了個黃月山啦 那本來我相信這個委員會政策組 就是容許他自己找自己治郎 但是你想想就算他的治郎很好 都不足以令他可以駕馭其他勢力 特別是AO的勢力 那AO的勢力 我們在文化角度來講 AO沒什麼的 看過老闆的嘛 當然啦 你做了自己運來的事情就沒事的嘛 基本上你不說他有什麼錯就算的啦 他就可以穩定的 他自己的職業可以穩定 但是他有沒有做錯的事情呢 就不是你上司說的嘛 去到那個level 大家都是跟著表面的事情而已嘛 那如果他要線這個老闆呢 他只需要AO典型的做法 就是給老闆五個option 然後引渡老闆選一個最壞的 表面是最好 其實是最壞的 這個就是最高境界的 但是他也可以完全倒轉的 比如彭定那時候那些AO呢 一條線的大家同心協力的 就是基本上沒有問題的 真的做到團隊的作用 那現在很明顯啦 不單止是 就是我覺得你只是 李家超一個當權 都還霸了 因為個個都明共產黨要主事 那你共產黨幾個重要的位置 不是 其實其他都不重要 但是其實不是特別重要 但是都是啦 就是都是 但是你紀律部隊還是那些被人制裁過的呢 就佔據了四五個局長之多 副司長 政務司司長 副司長 幾個重要的位置是局長 有一個傳聞就說是當年 就是幾年前上去建工的時候 其實他們覺得 就是他們肯做那個壞事 被制裁了啦 就是被人制裁啦 那他被制裁前後呢 共產黨都拍過心口就是 你幫共產黨做事一定不會規待你的 那結果就是 幾個的 你建議好幾個司 副局長 司長 局長 都是 警察或者紀律部隊 出現個不好的現象呢 失去平衡的 也都沒有人制裁這幫人的 那如果是普通的AO呢 那仲然他多愛香港都好 那份工才是他最高境界來的 就是專業就是他最高境界 那專業都要保住這份工才有專業的 所以無雙無雙大雅的東西 甚至雙雙大雅的東西 只要不影響他的工作呢 那他可以精英給你看看 可以給一些好意見你 聽不聽就有利了 那他已經覺得是盡力的了 那而且呢 有什麼變化也好 你換了 換了司局長也好 你都不會換了AO 因為AO長時間停留在領導階層那裡 所以在將來的時間呢 老共要改變香港的方向呢 其實都是很簡單 就是不要這些領導人就可以了 至於他身上來那些 你依然是要外抗去講呀 要左派裡面的人呀 要工商界的人呀 如何如何呢 我覺得一點都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你選擇的人是真的有領導能力 這個就很重要也很難 最難就是這件事 如果你開放民主呢 可能就是不用管的 因為大家都相信嘛 基本上呢 AO就變成重鎖一條船 現在呢 並不是重鎖一條船的 你死不等於他死嘛 所以這個才是香港最大的隱憂 這個就是我觀察到的東西了 那麼 有人問我身體 多謝大家 就是看到我的聲音沙 其實呢 現在我很肯定 我是尾聲的啦 明天就可能 不會再有這些 就是感冒尾聲呢 就是大家可能有經驗啦 會咳那些東西 要延續一段時間的 但是 就是昨天也有些頭痛啊 現在沒有了 有些發燒現在沒有了 那這些可能是尾聲來的 精神狀態呢 完全符伏的啦 我已經啊 提把聲沙了 好 那 怎麼樣呢 這個問題你有沒有補充 沒有啊 我們還有幾個話題 時間過了一半 有沒有人 沒有特別人 討論AO和 紀律部隊的文化 其實這個話題是挺好的 紀律部隊的文化 因為我叫做個 明的 就是比較單一的 好處呢 就是Efficiency是強的 執行力強的 以前的Order 那大家就跟著了 錯又跟對又跟 共產黨都是這樣的邏輯的 但是來到香港一定不行的 就是不行的 那這個 希望他有在時間裡面學習啦 共產黨 最不好就是當那件事壞的時候呢 共產黨就會賴 找人賴 沒有事情好賴就賴了 那些AO 這樣就大件事了 那香港真的結束了 那時候 那麼 就事如此 怎麼樣 你有沒有補充 沒有就去第三個話題啦 那我想我補充多一點啦 有關其實有關AO治港 紀律部隊治港等等 或者跟共產黨有密切關係的梁振英治港等等 那我會認為其實香港的政務官系統或者一套英式的或者都不要說了 其實香港的政務官本身就有它的特殊性啦 總之就是香港的政務官啦 那其實香港的政務官的體系所製造出來的體制呢 我自己覺得它是具有一種高度的公信力 它的公信力是去到什麼的地步呢 那個公信力是去到那個地步 就是啦 一個年輕人 他完全是不信任中央政府 亦不信任香港政府 但是呢 他或者甚至乎他主張香港獨立 但是呢 他竟然 在這樣的主張之下呢 他仍然呢 他的目標是要進入立法會 那這件事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一個情況啦 因為全球各地呢 其實都是會有類似的一些情況 就是一些地方想進行獨立 那這些其實是全世界都出現的 但是會很有興趣宣誓進入 當地的議會呢 那這些是比較少見的一種情況啦 那我自己認為啦 給一個例子啦 以當中愛爾蘭啦 新登黨啦 他們會選擇去不宣誓呢等等啦 那其實都是一些很明顯的現象就是香港的 大部分的民眾 就算他對本身中央政府或者現時正在我一種的 一種 行為 有什麼看法都好呢 他們似乎都仍然是 廣泛地就算甚至乎在2019年社會事件之後 區議會選舉跟著初選 說的是根據相關的法律 進入立法會 其實這種情況當然跟王Sir以往 講港人三大迷信 裡面說到議會對議會的迷信 很可能有關 但不僅到最後 其實都是說到整個原生制度 香港原生 由港英去到現在特區制度的一種完全的一種無可取締 或者是毫無保留的一種信任 而這一組的信任呢 我看其實仍然到現在仍然是存在 這才是最有趣的 就是我們在疫苗通人職看到 這一組信任並未因為 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之外 頂多就是對議會選舉等等 我的制度可能是沒有這麼信心 但整體而言整個香港這個體制 仍然是存在的時候呢 所以看到了 其實只要一天 政務官仍然在助陣呢 香港就算是怎麼變也好 都會仍然是有他本身的無色可取 但是啦 正如王Sir說到啦 如果說不定哪天突然 政務官系統呢 是突然出現了變化的話呢 感覺不確定性就會完全變了 因為會變成另一種的共識 會不會發生一些我們都想像不到的情況出來呢 那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去注意和留意的 而政務官系統 究竟會怎樣進一步影響整個香港的體制呢 甚至乎如果政務官系統消失 然後新上任的一些取代了政務官系統的功能的一些人士 會不會立即踩中地雷呢 那麼其實我們看回當時李家超當時說 We and us 已經很多人覺得是不是有人在善他呢 因為We and us其實是一個不符合英國文法 英文文法的一個 說法來的 是沒有人會說We and us的 那麼這個是很奇怪的一個說法啦 那麼所以當中了 究竟是否反映著整個政務官系統已經變成了香港的巨靈的一部分 甚至乎 政務官本身就是香港的本身 香港和政務官是等於一個 香港的本質就是對政務官呢 那麼我覺得這件事恐怕 說法須不做亦不願意啦 啊 谢谢大家